房价上涨下跌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,然而,一旦搁在中国房地产市场,这条规律似乎不适用了,二十年来,中国房价从当初的一千元一路高歌猛进涨到九千元,上涨五至六倍之多,有人借助于这股房价上涨的东风,赚得盆满钵满,也有人因为错失良机原地踏步,还有人因为跟风导致资产缩水, 房价涨涨跌跌,炒房客炒起炒落,有的城市房价持续上涨,有的城市房价经历过山车,今天,我们谈谈一座典型的过山车城市,房价从四万跌至两万,已经不仅仅是打七折,多少人梦断他乡,燕郊楼市是各路房地产专家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,三年前,这里的房价一路上涨到四万元楼, 一度成为了全国各大城市房价上涨的耀眼明星,但是随着调控的出台,这里的房价就开始踏上过山车的下坡路生涯,特别是在限购政策下,外的买房人无法进驻,当地买房需求人员不足的情况下,房价开始一泄千里, 现在的市场房价基本维持在1.5至2万元欧之间,降幅超过50%,笔者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,我们暂且称之为老王,就曾在这里买了三套房子,现在依然砸在手上,卖不掉,多年炒房积蓄全赔进去了,老王的发迹使得从2015年说起, 2014年之后,楼市开始去库存,很多人看不清这是什么信号,具有先见之名的炒房客可是眼睛血量,五年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基本限制在一二线个别热点城市,对于广大房价低位运行的三四线城市,出台楼市调控的几乎没有,房子可以随时购买,随时转卖,只要买房人不怕折腾,随意买卖都可以,老王并不算一个专职的炒房客, 纯粹跟风,2015年跟随朋友在一座三线城市购买两套房子,两年不到的时间,转手总计赚钱接近50万元,这一次的小成功可把老王高兴得合不拢嘴,有啥比炒房挣钱更快的,几乎没有,所以他信心满满地继续开始投资房产,几经折腾,老王听朋友说环京楼市前景很好,不少身边人已经在这里买房卖房尝到了不少甜头, 老王终于决定入手,在2016年底,买了三套房子,均价3.8万元哦,三套房子总计价格350万元左右,属于小平米钢续房,老王心目中有一个如意算盘,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涨下去,两年之后,每套房保守估计可以赚50万元, 三套房子总共可以赚取150万元,这比打工可强多了,谁也没想到,风向急转之下,随着城市调控的出台,外地人不允许到这里买房了,要求有本地的社保缴纳精力, 而当地的高房价上涨主要依靠的就是外地人,外地人来这里就是买房投资,本地买房需求很少,缺乏就业岗位,缺少必要的交通设施, 被称为税城,如何吸引求职者到来,结果就是本地土生买房需求不足,接盘者匮乏,很多人喜欢把环金和环户多对比,都毗邻国际化大都市,所以发展必然有其相似之处, 一个城市的房价从1.5万涨到3月5日外,至今依然高位横盘,另一个城市的房价从1万元涨到4万元,然后再次跌破2万元大关, 为何地理位置类似,但是结局不同,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,也非常值得买房人借鉴, 一、产业转移不同,上海经过20年发展之后,诸多人口密集型产业迫切需要转移, 所以周边城市正好可以承接,大批量产业转移直接导致昆山、花侨等区域直接成为了吸引打工者的优势区域, 所以住房需求、买房需求大批量诞生,反观北京呢,这里有哪些重要的产业可以转移,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,从来没有被定义为经济中心的帝都, 虽然经过20年发展,房价从几千元涨到6至8万元,但是大规模化的产业却异常稀少, 也没有可转移的可能性,故而周边城皆匮乏,失去实体支撑的周边城市,就业带动力也相对较弱, 三、交通要素,交通区位一向被称之为买房的第二动力因素 第一动力是学区,交通便捷性直接让房子价格上涨还是下跌, 特别是现代化城市的地铁布局,让地铁沿线的房价一路高涨, 上海一条地铁线直接延伸至花桥,而环京地区至今没有有效交通到达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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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